招財署、幸福虎、平安哥 這些公仔是待大學多媒體學成 江家慶、陳志龍老師 帶領碩士生廖芳偉 帶雲芳與傘傘王國文創影音品牌 產學合作的作品 我用動物去替代了生命的形象 然後狐狸是代表姻緣 然後老鼠是代表財運 然後鳥是代表平安健康 然後我是因為最近疫情嘛 所以大家其實都過得很不好過 有點煩悶 所以我就是有點像宅配的概念 用因為大家最近都會點外送 就是有一點外送的概念 把幸福宅配到你家 希望在煩悶的時期 可以給大家帶來一點快樂跟幸福 其實這個案子那時候一開始接的時候 我以為說還會是一個非常簡單 因為它的造型非常的可愛 然後想說應該會是一個比較簡單 上手的好的一種教材 然後沒想到結果後來變成說 它其實還是有一點難度在啦 因為畢竟這種可愛的東西 它只要一旦表面上一有瑕疵 很容易就被發現 所以其實我這個前前後後圖改過了很多遍 學生一步一腳印呈現出最好的作品 並一首包辦公仔從無到有的過程 充分展現出年輕人的創意 以及大大學做中學與產業無縫接軌的特質 從設計到製作到最後的生產上色 都是由我系上的學生去製作的 對那我們是負責就是幫忙看 比如說廠商在那邊要求 那我們會看說它 比如說這次設計出來這個線條 這個線條可能要再修改 那這個配色桿要再修改 對就這樣一步一腳印去把它完成 那就是製作部分都是學生 那我們自己是一個算是 兼修的一個 就是一個部分的 木製平台裡面它也是一個 從新的一種創作的管道 我們有一個概念在木製平台裡面 然後去把它發想出來 然後在這個木製平台 我們可以做出它的掀起的一個雛形 那這一次裡面呢 因為這個廠商跟我們要求的是說 從發想裡面 從設計圖稿 然後在製作端裡面 把它開發出來之後 再進行木製這部分 再去大量的去生產 那變成說 在製作模型部分 我們是已經是一個 我們系上的這個課程已經很厲害了 過去公宅產業以知名 動漫角色模型為主 近年來客製化服務興起 這次以閃閃王國的產學合作 就是打造原創角色 先完成產品開發 再木製量產 這樣的模式 也為公宅成業帶來新的可能